艾力是非常欣賞的一把好聲音 有你這句加持不得了 我一定會剪帽 他在當我在節目所說的每一句說話 播的每一首歌都是送給他 總之我說的話就牽動了他的情緒 為何今天你會跟我說這些說話 大家好 我是你輕談淺唱不夜天的節目主持人 我是鄭梓成 你好 我是你今晚的音樂情人 我是艾力 我覺得這個氣氛 如果我們保持著黑畫面 會不會大家的感覺是更舒服更好 你問我 我覺得會的 我身邊真的有些朋友 會叫我不如你錄一些聲音給我 你會聽聲音的時候 好像聽電台節目 我想你更加多 我試過 零星也試過 零星 早上起床 或者是誰找誰 就是那些東西 因為今天艾力請來在我身邊 你為他的靈性已經灌絕全香港 嘩嘩嘩 就是紫成事實 不敢當 艾力現在是我非常欣賞的一把好聲音 其實老實說 嘩 有你這句加持不得了 我一定剪POMO 給你這句 沒這麼說 真是好 很感謝你 很感謝你今天上臉 專門來 我們大家可以有機會聊天 謝謝 我想大家可能有所不知 鄭梓成主持的音樂情人 剛剛到了今年 也剛剛到了4月份 16週年 沒錯 我做了少許資料搜集 做了少許資料搜集 不經不覺真的16年 不經不覺16年 這16年對於你們說的感受是怎樣 整件事感受量多 但是唯一沒有變的感受 就是我仍然非常享受 每一晚一至五晚做節目的感覺 亦都可以說 雙負雙成 你說我做節目給聽眾聽就行 你說這個節目 幫助我舒緩我入休 甚至乎自己心理不平衡的情況 這件事我們可以稍後慢慢說 如何會心理不平衡 因為我自己做節目的時候 我經常都會強調 你覺得我陪伴你的時候 其實你也是陪伴我 沒錯 尤其我們大家都做晚上節目 沒錯 如果沒有聽眾的陪伴 其實我們就在一間吉的房間 自然自如 像個傻子一樣 對 傻子自己和自己進行 對 大家會覺得這件事正 有火花 有共鳴 其實是因為有他們的參與 沒錯 但是你們現在比較 我們那個年代的幸運 是 因為聽眾直接參與的互動很多 是 我們那時候沒有電腦 你都沒有任何互動 除非打電話進來 但你不是整個節目都會聽電話 所以你其實有時都會頗孤獨 做節目的時候 究竟有多少人在聽我 究竟 港台人不是很慣常地做這些聽眾 survey 很多時候 就算一年做一次 你一年才知道有多少人在聽你 或者什麼人在聽你 所以那個年代我們在做的時候 都要嘗試保持著聽眾對你的留言 收到一個信 永遠提醒自己 他們在聽你做節目 是 所以有時我們是很歡迎大家 如果平時有聽到我們做節目的時候 見到我們的真人 是可以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從來都不會感受到你的存在 沒錯 但是聽眾不知道你是誰 又或者我不知道聽眾是誰 大家互相保存著 保留著一些空間 你會覺得更有刺激的感覺 就好像說 你一早知道那個DJ是什麼樣子 可能你對他傳承那種幻想 或者當他說話的時候 你亦都會有少少主觀地 將你和他的樣子 或者你聯想起他的聲音的樣子 來到他混在一起 在某程度上 如果好就是好事 不好事的話 會對你聽你的節目打字球 即是有感覺打字球 等於為什麼大家會看很多小說改編的電影 十部有九部都是失望的 小說裡面只是文字 你可以幻想主角是什麼樣子 他的身材是怎樣 情境是怎樣 落雪是大雪還是很小的雪 全部是你的幻想 幻想永遠是最美好的 沒錯 但是一在你面前 赤裸裸見到原來是這樣的 他和我想像中欠良處 就會失望 但是沒有辦法 現在你的傳媒生態真的要這樣 現在更甚 還有直播 直播室 我們不會有直播 其實你會自己怎樣看回音樂情人 這個角色 這16年給聽眾朋友 你的粉絲賠償 因為我在搜集資料過程當中 我很驚訝有些位置 例如我想Wiki去搜尋音樂情人 我不知道你本身知不知 你每一晚節目的歌單 你的聽眾是幫你上傳遺跡的 我也真的不知道 這個我是很驚訝的 可能你的Wiki的內容資料 可能是全香港數一數二最長的 因為你每一晚的歌單都會上載 多謝多謝 Instagram我知道 有一個聽眾 我播過他每次連歌詞都有時 上去Instagram 但你說Wiki我就很少看 很少知道這件事 多謝 因為這樣的緣故 你看到我16年 我重複了幾多歌 那一定的 每個人都懂得自己的心頭號 會播放多一點 這個一定會的 其實這麼多年都有少少角色上的轉變 但是一路沒有變的 其實我想充當著情人的角色 其實情人 如果純粹沒有想到音樂 情人對於每個人來說 是最溫暖最甜蜜的階段 既未結婚 然後結婚 你可能覺得他囉嗦很暗沉 但又未是初戀 那種大家很生寶 又不是那種感覺 而情人 即是大家已經去到某一個階段 而是最溫暖最甜蜜的階段 我希望我能夠充當一個角色 就是我可以做到你的情人 而我憑著什麼做你的情人 我憑著我所喜歡的歌 來吸你苦膜 吸你擁抱 吸你一種很溫馨的感覺 這種就是這麼多年來 我都希望做這種 所以我很少播放歌 不是沒有 但我仍然覺得 在我的情人時段 不用下disco 大家可以跳蠻舞 那種感覺 很貼心的一種感覺 你真的抽走音樂兩個字 有些人可能夫妻男女朋友 都不及一個情人的角色 情人的角色可以透透望望很秘密 但永遠都在自己最秘密的花園 我不願意有半分跟別人分享 沒錯 這個感覺很私人 經營一個音樂節目 經營這麼長的時間 但現在也無可否認 尤其我想在這十多年 音樂節目真的越來越少 怎樣看現在音樂節目 如何經營到一個A-grade的品牌 哇 這個真的 我仍然在學習和磨熟 整件事 因為這個年代 我們以前為何會喜歡聽音樂節目 在我的年代 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夠 有那麼多錢買新歌 買椅子 我們那個年代還有黑膠唱片 你怎樣才能接觸到最新的音樂資訊 當然是聽電台節目 我沒有Youtube 沒有網上的東西 甚至會等些派台歌播 沒錯 我還等著那首歌 我還聽到那首歌 來吧來吧 我放了一張電影 接著一聽到那首歌就按 幸好不需要DJ夾歌 在玩 喂大哥 我想聽這首歌 怎知道你夾歌 我是很生氣 但我知道整件事 為何要夾歌 或者要說話 因為這首歌被你這樣 怕你盜錄了 沒錯 沒錯 但現在音樂的生態都不同了 原來音樂要買嗎 不用 你上去下載聽聽聽 所以音樂節目的重要性 就不多 特別對於新歌的朋友來說 因為我太容易接觸到新歌 還有得救一下的 就是播放舊歌節目 我仍然覺得 一來聽舊歌節目的朋友 始終有一份情義結 就算我可以買一些舊碟 但我很喜歡聽一種DJ介紹歌曲 即DJ說完之後播歌 或者聽一種感覺 聽一些舊的感覺 在收音機裏聽收音機裏的感覺 即現在的年輕人 或年輕人是不會的 做Apps 或怎樣 但我們這年代的聽眾 仍是喜歡 有時我認識聽眾朋友 我仍然是在收音機裏聽你的節目 我不會拿著Apps聽你的節目 這純粹是因為當時的習慣問題 還有我會覺得 舊歌大家為何會這麼鍾情 剛才我剛才說到現在 你結婚周年紀念 都會送回二十多年前的舊歌 大家喜歡那首舊歌 不只是旋律的歌詞那麼簡單 而是當時你和另一半 或者你自己接觸這首歌的時候 那個回憶 那首歌擁抱著的回憶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真的試過近年 去一些學校裏面 做一些分享 有些小朋友真的會問 為何你會選擇做電台DJ 你是不是很不見得光 我覺得很有趣 我要跟他解釋電台是一個什麼概念 為何你是 因為他們看YouTube大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對鏡頭說話 為何你不可以對鏡頭說話 要有這份慢慢解釋給他們聽 甚至乎現在的年輕人 味道很小的那些 他們的成長年代 就是每個人一個手機APP 沒錯 各自有自己的playlist 沒錯 所以我每次準備自己的節目歌單 我都會花心思想 怎樣播得好聽過你自己的playlist 沒錯 因為現在我們還說我小時候 會去報電台聽派台歌 現在有什麼派台歌 可以拜得過你的手機APP 沒錯 我還要按鈕播 我還要等新聞出 沒錯 但你一按鈕就馬上聽到 最高清的版本 沒錯 我怎樣贏你的playlist 沒錯 其實你說怎樣贏到他們自己個人playlist 最重要的是 playlist內只有歌與歌 而缺乏了人與歌之間的銜接性 你要吸引到他聽 除了那首歌 如果純粹聽歌我用來聽你 但如果我聽完你對這首歌的介紹 或者對這首歌的感覺 又或者你歌與歌之間的銜接 這樣就可以 這些很純粹是你自己沒用的DJ character 現在聽DJ character多於聽歌 因為我喜歡聽艾力 我喜歡聽他選擇的歌 但我喜歡聽他說的話 與此同時 這就成為了一個吸引力 所以你說得很對 現在準備功夫比以前要多了很多 因為歌與歌之間 你又不想胡亂地 嘗試一下講個歌名 而你又要大一點點 一些你對於那首歌的感覺 又或者怎樣令到這首歌 但它出來是更好的 這是一個挺高深的學問 什麼主持就會養到什麼聽眾 因為我知道你本身都是一個文人 到今時今日都會寫東西給太太 所以你的聽眾也會透過文字寫東西給你 這個不是文人 是老餅 我還要用筆寫的 告訴你 我現在還用筆寫東西 無論notebook也好 我自己在卡拉達也好 我是不用電子東西 我是用筆寫 究竟我要做什麼 後日要做什麼 當然我有時候 我自己寫的稿 也不會用電腦打 一來我不懂 我到現在只是用夢點 我喜歡的 都是手寫的 都是手寫的 沒錯 我享受寫的感覺 就是我能夠有一個思考的空間 因為很多時候特別是稿 有時候你的稿很難讀 或者很難背 我會一邊背一邊寫 你寫出來 原來對於你自己的記憶是幫助很大 這個是的 雖然真的很累 我幻想到工序真的很累 因為現在大家已經慢慢進化到 不如我們寫一篇稿 我用手機語音 沒錯 我看到很多人都是這樣 是的 就算要上一段影片的字幕 也有很多人建議過 你不如語音 讓電腦自己回應 你只是改某一兩個錯字 我想這個每個人有自己的情懷 有些執著也是 但在你和你的聽眾之間 有沒有哪些人和事會特別深刻 有正面有負面 有好與不好 有些深刻到一個地步 當我記得這麼多年來 深刻到一個地步 她當我在節目所說的每一句話 播的每一首歌都是送給她 對面牽涉到的 要不就正面一生愛你一個 要不就失戀分手 總之我講的說話 牽動到情緒 為何今天你會跟我說這些說話 我心想不只是跟你 但她會將她拍照 她聽到的每一首歌 就是我對她的一些顯示 一些表露 我說的幾句話 就告訴她她應該怎樣做 這些事過 也試過有聽眾在門後等我 而不肯離開 後來要叫警察 那些來到也試過 但好的就是 有些正面的我跟她 建立了一定的感情 好像有些聽眾 我經歷過她整個拍拖過程 有不少聽眾 怎樣經歷呢 男女方相識的時候 父母親不認同 所以她們每個人 分開來聽我的節目 分開來點唱給大家聽 告訴大家的心跡 然後多年之後 她一天告訴我 多謝你我們結婚 這件事很浪漫 還可以邀請你 如果你有空 來為你的婚禮 我試過一次 試過幾次 但我真的出席 我有這一個 現在成為朋友的關係 看著她們的相識 看著她們的拍拖 看著整個過程 到參與她們的婚禮 那種感覺 看著她們成長 而自己好像有些貢獻 原來我因為她怎樣唱 因為可以令到我讀出來的信息 令到大家互相了解 那種感覺很棒 我也期望有一天 如果作為這個角色 一個好像月老 我也覺得是一個榮幸 很開心 原來自己小小的工作上的付出 是可以成就到一些無價的東西 這是很無價的東西 你又會延長你 這個是正 這個是邪 現在是否真的 一個難為正邪定分界的世代 絕對是 其實這個世界上 何為之好 何為之不好 何為之正 何為之邪 有時候真的沒有一個標準 去到現在這個世界 真的沒有 是根據你怎樣看這件事 當我爸爸患病到後期 到他離開 是一段都不短的日子 我每天都要回去做節目 乾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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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 5 5 5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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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